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陈凯婷 美国知名生活杂志 最近在台北举办经典生活摄影展 展出134幅杂志出版过的作品 内容包括迈克杰克森 奥大利赫本等名人写真 还有二次世界大战 韩战、乐战等影像记录 涵盖东西方的重要历史时刻 另外摄影展也展出了20件 台湾素人摄影师的作品 呈现台湾民众的生活摆态 暑假在松山文创园区展出的 Live人生摄影展 精选美国生活杂志的134幅作品 重现历史上的重要时刻 二战结束 美国水手开心永稳素媚平生的故事 经典的胜利之吻至今广为流传 印度圣雄甘地坐在访车前修行 领导古巴革命的领袖切割瓦拉叼着雪茄 这些作品象征生活杂志走出摄影棚 打破传统拍照模式 Live杂志为了取得这些人的各个时刻的重要照片 其实是很花费非常大的心力的 以丘吉尔来讲的话 他在丘吉尔过世的葬礼的时候呢 他曾经租下了一台包机 将所有的充印设备排版设备全部都上了那个包机 那以便在他葬礼的时候取得最新的照片 隔一天抵达美国本土的时候 他这一本杂志当天就可以出刊 生活杂志的摄影师镜头也记录二十世纪 二次世界大战和越战的重要片刻 摄影题材从支持美军作战 渐渐走向反战风格 生活杂志挺进各国 捕捉影响人类生活的重要瞬间 成为武林年代的指标性刊物 蒋中正跟毛泽东之间的会面的这张照片 其实只有两个人有 一张照片是由蒋中正的摄影师去拍的 另外一张其实就是Live杂志的摄影师 那也由此可见其实Live杂志在当时 不论是东西方的社会 其实都有一定分量的那个地位 新闻地位这样 Live摄影站这次也在台湾 募集两千多件素人作品 其中二十幅被印制成展品 与大师作品一同展出 鼓励大众用台湾人的观点 分享台湾特有的生活感动 中央市记者张志燕 监于棋台北报导 台湾客家人 乔居全球各地数十年 最近全球客家会在巴黎召开年会 外交部驻法代表处愿请欢迎 期间安排客与收唱比赛 让乡亲倍感亲切 海外客桥趁着年会叙旧 话题也聚焦客与文化传承 目前面临的危机 当然因为生活上的关系 学业上的关系 大家都用这个讲国语 机会都不多了 何况是客家语 我们有危机感的海外客家呢 因为每个国家的客家人也非常的少 所以我们就聚集在一起呢 就这方面呢大家都可以共同的研究 目前客桥第二代青年使用客与的机会不多 客与传承主要还是得靠父母的坚持 利用我们在自己家庭里面 先把你的客家语文细细 一定要用客家话来讲 因为这是最基本的 所以我想这个都是我们海外社团的 客家社团的一个传承 客委会针对青年传承客家文化 未来重点工作包括拯救快要失传的客家音乐和艺术 创新客家特色产业和整合客家学术研究界的力量 驻法代表吕庆龙 所以台法关系三十年发展和公众外交为例 认为台湾处境特殊 但以经贸长相 争取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 走出一条路 这就是客家族群面对困难 永不放弃的精神体现 勉励瞧去海外的客家朋友继续努力 中央社会的邓宇轩巴黎报导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三十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美国职棒大联盟精英队投手陈伟英 二十六号主场先发出战坦帕湾光芒队 中场精英以四比二获胜 但英仔没延续十三胜的战果 投了四点二局则失两分提前退场 他忍不住说这是一场糟糕的比赛 今天可能没有办法去想得那么顺利 这样子所以做了蛮多的尝试 可是感觉还是一样 可能就是今年觉得可能就是 比较糟糕的一场比赛这样子 不管是控球啦 还有就是对打者的一些好球数 也没有顺利的拿下来 英仔前两局被打出六支安打 三四局控球不稳 不时被回出高飞球 五局上遭对手击出二壘安打 再丢一分 最后提前退场五关胜负 看来他的十四胜还得再等一等 不管丢几局我是没有去想那么多 因为今天其实老师说 有两三个比赛其实都有帮助我 就降低四分这样子 不管今天应该至少 我个人觉得应该至少 会丢个五分六分其实也跑不掉 那Aaron Jones还有 Chris Davis还有Pierce 他们其实这三个比赛其实都还蛮漂亮的 陈伟因目前累计十三胜突破他MLB生涯 个人单季新高 也暂时领先田中将大 达比修等亚洲投手的表现 如果维持稳定控球 本季还有机会上看十五胜 中央设计者廖汉源巴尔蒂摩播导 女子团体Popu Lady发行第三张写真专辑 平常走的是可爱甜心路线 这一次加了一点点性感元素 身穿马甲服打歌 还特地练了一段3D舞蹈 要让粉丝在各个角落欣赏 都面面俱到 之后我们也会有现场演出 因为其实也是为了要回馈粉丝 就是希望他们不管在哪一面 都可以看到我们对他们放电 所以其实之后还是会有演出 所以请粉丝可以多多期待 这次初级 Popu Lady特地远赴关岛 拍摄写真极悍MV 碧海蓝天搭上轻快节奏的歌曲 展现他们青春洋溢的一面 这次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有80页的全彩海岛写真 因为我们特别去管岛拍摄的 还有四首充满恋爱风情的歌曲 希望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支持我们 近来香港艺人房组民 和台湾演员柯震东 在北京吸毒被捕 曾经和房组民传过绯闻的大员表示 听到消息相当惊讶 之前相处的过程当中 知道她是完全不愁眼的人 所以我听到这消息的时候 就是也蛮惊讶的 有一阵子没联络了 Popu Lady发行新专辑 唱片公司准备了五个摸摸箱 象征摸出更多的代言 粉丝和桃花等好运 希望Popu Lady们 能够用青春可爱的歌声 征服粉丝的心 中央设计的张志燕 陈凯婷台北报导 电影《等一个人咖啡》 在大陆票房突破4亿新台币 监制柴志平和九把刀 一同出席庆功记者会 不过现场媒体焦点 全围绕在柯震东吸毒案上 由于日前传出台湾检方 可能传讯柯震东道案说明 柴志平对此表态 主张柯震东不该被一罪两罚 颇有向检方喊话的意味 应该说以法律角度来看 是当地的法律 我们会收当地的一个制裁跟惩罚 原则上在法律观点上面 他应该不可以是一罪两罚 如果说今天回到台湾 因为检察官如果想要了解一下 当时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会很配合 那我也希望是说 一切都在一个很合情 合理的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去到外说明 相较于柴志平公开喊话 同台的九把刀低调许多 对于外界批评他带坏客震东 九把刀只回应 自己还有很多缺点 日后也会自我检讨 希望 希望 包括他自己所有人 就是给他一个时间反省吧 对就是现在谈原谅 有点太奢侈了 所有人都会认真反省 我是一个缺点 很多的人 对所以 我自己会好好反省 一切 柯震东14号在北京 因为吸毒被捕 遭处行政拘留14天 渴望在8月底获释 经纪人柴志平表示 将会在第一时间 在北京召开道歉记者会 向粉丝赔罪 至于外传柯震东主演的电影 小时代四和我的情敌是超人 将被换脚 柴志平对此回应 柯震东的戏份吃重 换脚恐怕会影响电影上映 目前还没有接获正式通知 中央社记者邱国强北京报道 和法国坎城影展 以及德国柏林影展 并列为世界三大电影展的 意大利威尼斯影展 今年台湾电影光阴的故事 入围威尼斯经典单元 并将角逐最佳纪录片奖 三位台湾导演合拍的 台北工厂2 则入选影展非竞赛单元 三个人也将和各国新锐导演 一同竞逐最具潜力导演讲 其他影展相关消息 请持续锁定全球视野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新闻资讯台 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陈凯霆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